Lio 聊世紀 天天如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波西米亞人 特上夢加拉人 這場比賽是中東杯的比賽 這場比賽是中東杯的比賽 剛剛在上一支影片已經知道 Viper 跟Pyra 到底是誰拿了中東杯的冠軍 那我們就來一個倒序法 來看一下後面他們的之前比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OK 那先來看一下黃色選擇的文明是波西米亞 波西米亞是擁有一個全能型的特性文明 它有榴彈炮 還有火槍 也有擊兵 這個搭配組是萬劫的 如果對方出弓兵的話 波西米亞可以出戰車跟榴彈炮進行反擊 火槍單位則是可以反擊對方步兵 出擊兵還有額外增傷效果 可以戳掉大量留俠跟大象也沒有問題 波西米亞後期也可以轉出大量的肉身 這個只需要食物的僧侶 進行召向敵方的戰項也沒有問題 波西米亞整體來說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想打什麼東西都可以打得回序的 而且波西米亞的經濟加成也是很誇張的 可以在修道院裡面研發宗教旁熱 增加村民的移動速度 藉此增加村民的採集效率 那修道院裡的科技還有這個神聖思想 可以增加村民的血量 而且他還有免費的挖金跟挖石技術 所以本身波西米亞的經濟也不會差到哪裡 他也是一個我很喜歡玩的一個文明 全能型的文明 而且榴彈炮也是很誇張 往往可以打出沉盾傷害 因為他的落單範圍比火炮還要更廣 甚至可以秒殺一大群的遊俠也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藍芳選者的文明是孟加拉人 那孟加拉人的特色是 每生一個時代時 城鎮中心都會產出兩隻村民 那到了城堡時代的話 差下五個城鎮中心 立刻會給十隻村民 所以他在城堡生帝王時代 經濟補陣是補得非常誇張的 而且孟加拉人他的大象 有我們熟知的三象之力 抗招翔、抗外增傷 還有增加攻擊速度的特性 而且他的森鎮有天生酸傷坊的效果 這個垃圾兵打他的森鎮不太容易打得死 而且孟加拉人的相公的攻擊速度也是特別快 而且也有攻城戰項 整體打起來的效果也是不弱的 而且肉碼的部分還有對毛兵加兩點的傷害 所以如果對方出大量的毛兵去打自己的戰車 或是打大象 這個相公的部分 之後可以打出不錯的傷害 唉唷 這邊難道 國王要被卡死了嗎 唉唷 45滴血 Viper這邊調皮了 好 這邊換Hera用國王去卡Viper這邊的赤猴 兩人一開始都是用國王去探路 好 這邊繼續卡 好 拯救了自己的肉碼 這裡要滴一下石牆 欸不行喔 這個滴石牆會有洞喔 這個城堡沒有貼得很緊喔 這裡有細節 好 白魄有看到 好 那上面這邊城堡就貼到底了 就可以開個洞出來 好 把國王放到城堡裡面 那這張地圖的模式喔 是4G模式 誰的國王先被砍死喔 誰就GG了 那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任何的一位職業選手 是因為國王被砍掉而死了 我都在前起的部分 後期的話我不確定 呵呵 前起的話 國王就被砍死也太好笑了 好 那 這張地圖的特性呢 是右邊的虎呢 是有這個黃金的 那左邊呢 也有這個河道 那 看起來Viper 是有要打算守住左邊的河道的 但漁船被燒掉了一艘 好 甚至也出一艘漁船出來 好 直漁船 但後面的村民可以修理 但修不到 好 修到了幾下 但是現在是二打一 能修得回來嗎 二打一好像有點難 而且打的是 血比較多的火戰船 這裡的戰船直接被燒爛 OK 這裡直接拉走 漁船這邊 到處逃竄 哇 尷尬了 好難受啊 繼續補 哇 左邊的漁船看來是沒了 好 右邊的部分如果拿下來的話會非常好 因為右邊有三個聖物喔 所以這個壺呢 拿下來補陣黃金是補非常多的 那這張地圖的黃金聖物喔 記得是總共有七個 大地圖上的話中間兩個 然後下方有一個 然後對方領地有一個 所以總共是七個聖物的地圖 好 那左邊的壺呢 是已經被Hera給拿下來了 那右邊這個地方 如果左邊通常被打破的話 右邊就要趕快嘗試 去拿下這塊壺 但Viper這邊還沒蓋自己的 自己的碼頭出來 去反擊壺邊的問題 那捕魚加成呢 在前期是非常的重要的 當然到了中後期 沒有捕魚可能沒差 因為種田可能會更快一點 看前期有經濟優勢的Hera 來看一下經濟是領先多少 哇靠 贏了兩百肉 四五百木材 Hera這邊是非常的優勢的 經濟贏了快要一千喔 還沒到一千就是了 好 那右邊果然開下了一個城鎮中心 先開了這個石頭的地方 唉唷但是Viper這邊直接搞路 戳掉了一些路 哇這個路被戳掉了非常多隻 剩下少量的路 這裡本來開下去可以挖石頭阿 然後又可以拔木又可以打獵的 現在只能挖石頭跟吃木頭 換Viper這邊 Viper的話這邊也可以去打這些路了 那這邊雖然損失掉了魚群 但是獲得了路肉優勢 看起來Viper還是有一線生機了 好那左邊的河畔如果掉的話 很麻煩的地方就是這個石牆 會被打破 沒有辦法守得住喔 除非你要在這邊投資一根箭塔 那就另當別論了 但投資箭塔其實也不是很划算 好這邊HERA是直接打出 打算要出三隻生旅 然後去按運輸船 去拿島上的三個聖物 那MIPER這邊是打一個城堡時代 呼吸咪戰車壓制 那這個戰車傷害非常高 而且遠防也是特高 7點 他的近戰防御率稍微弱了一起 所以是可以用大量的騎士 自行壓制的 OK這邊砍掉了一隻生鋁 把這個生物撿回家 那HERA也是撿中間的生物先撿了一顆 兩邊都是中間撿一顆生物回家 OK那這樣的話就是 2比2 兩個生物對兩個生物 那右邊這三個生物就會顯得更重要了 等著第一時間去拿到這三個生物 優勢非常巨大 MIPER這時候才補下碼頭 出戰車反擊的一個效果 其實沒有那麼優秀 而且現在MIPER也不能出生旅去招搶戰艦 好這邊先出來是先燒對方漁船 但是一燒漁船都沒燒掉 OK這邊孟加拉冷靜點下了救贖思想 可以招搶戰車囉 OK現在生鋁現在有主動權 看一下這邊操作 這邊招搶 有機會招得到嗎 有招到一台戰車 但是生鋁這裡有三點防護力的關係 慘度還蠻不錯的 OK招搶到了兩台戰車了 Nice OK OK 下方的生鋁繼續往下走 回頭解一下槍兵 這個戰車還在打生鋁 終於打死了一隻 還有這邊前線壓力有點大 對方肉碼需要很多 這裡直接貼上來可能就搞定了 好拉殘血走 想要去吸引MIPER的操作 哇 這個操作太狠了 今天是12月31號跨年日 LEO現在在這邊跟各位祝一聲 新年快樂 跨年快樂 雖然台灣的新年不是12月31號這一天 但對於其他某些國家人來說 12月31號就是新年 那我們新年跟元旦一樣是不中斷 會繼續上片 上了片應該也是中東盃 中東盃最近太多比賽可以播了 那我們來繼續看一下 中東盃的精彩比賽 好來看一下這邊 森裡一上島 是先來招搶VIPER的兩台火戰船 但沒有招搶到 撿了聖物 欸這裡會船難嗎 欸要不要放一下聖物 先載兩隻走 招牆招到了 趕快撿生物 回家 這邊想要傳難應該不太可能 運輸船沒那麼脆弱 趕快就到岸邊了 搞定拿到聖物了 三隻聖女撿回家 三聖物直接入獎 總共五個聖物 拿兩個聖物 來跑這邊已經損失掉了自己的聖物優勢 直接歸零 三打二 好來看一下地勇時代兩邊會怎麼打 沒意外的話 看到這一波 這波居然衝進來了 左邊這個洞 太大了 好這邊找到一村 這個落馬真的是 弄得CP值很高呢 從前面壓制聖女 然後到了義勇時代初期 還可以用肉馬去騷擾 白婆家裡 這就是拿到左邊河道的一個優勢了 直接花靈光靈買空 好波西米亞這邊轉出了工程器製造所 沒有意外的話 這邊已經研發好了化學 準備要馬上帝王時代一開始 就出這個火炮 這也是波西米亞的帝王時代初期的很大的優勢 一上帝王就可以殘火炮出來 因為化學這時候已經好了 所以才可以殘火槍兵 殘暴時代可以研發化學的優勢 其實細節在帝王時代是這樣子的 大家可能覺得只是 城堡時代可以出火槍兵 但其實可以延續到帝王時代的這個系列打法 帝王時代初期也是孟家人這邊 比較有壓力的時期 因為這個時期 波西米亞是可以利用自己的 火流亂炮跟火槍槍兵 進行很快的打擊 在這裡產巨頭也會瞬間被解掉 你看 架起來 被擋了一炮 殘血 再一炮 有機會嗎 唉唷 撞城堡 白婆 掉了 唉唷 躲掉箭矢 哇 白婆這個差一點收掉這台巨頭 有點可惜 沒有收掉 OK 孟家人這邊是補下的印刷技術 宗教狂樂跟神聖思想 哪一個僧侶戰 畢竟自己已經有救贖思想 遭想榴彈炮是確實使用這個僧侶會好用一點 不然要反制對方榴彈炮的方法其實並不多 孟家人 後來就稍微等出大量的洛瑪 但是Porsima的槍兵額外增傷效果實在太痛了 所以勝率真的是最佳解 孟家人這邊點一下了神拳陣子 戰毛兵還有洛瑪的鎧甲升級 下方有火槍兵 稍微反擊回去戰毛兵 但戰毛兵還沒升級好 那HERA這邊是直接正面不理 直接棄手城堡 待會即將門戶大開 但沒有關係 HERA要的就是想要聲東擊西 你打我正面 我也打你正面 兩邊互相傷害 但以VIPER這邊來說 他是更有優勢一點的 但他城堡沒有繼續往前插的話 因為他隨意的使用火砲往前的話 漏碼就可以直接攔截掉了 因為前面的槍兵數量也不是很多 而且相反也有壓力在 iPad決定直接往前 這不在招有機會嗎 火槍再往前衝 看起來是沒有辦法 找到了一隻火槍 OK 戰毛兵繼續往前丟 OK 戰毛兵繼續往前丟 肉馬數量來到了5隻喔 肉馬數量其實蠻多的 這裡有一隻村民 迷失了人生方向 走到敵陣 想不開 白牌打了一炮 還沒打到 OK 怎麼突然變成戰毛大戰了 這邊是狂出肉馬 我們剛開頭講到 孟加拉人的肉馬 打戰毛兵有萬真相效果 這邊火炮有可能會被著想到 這個路徑很危險 而且有宗教狂樂的僧侶是能追得上火炮的 但是孟加拉人有天生酸傷防的效果 戰毛兵打僧侶沒這麼痛 好 下方這邊的一個隊寶 好像有機會 九蛋炮過來救一下 但是後方落馬太多 砍毛兵的傷害很高 然後用火炮去解掉 但有點困難 送貼到了城堡 趕快先拆城堡 好 兩隻順利往下走 可以招翔 但是沒有空好 有機會嗎 沒有機會 OK 再跟城堡 不用火炮趕快先點掉嗎 這個趕快先火炮點 缺點下方火炮 不敢嗎 白盒這邊猶豫了 看到後方戰毛兵很多 想用火炮去解決 HERA這邊 只有出生旅配垃圾兵 洛馬配戰毛兵 還有生旅 搭配組合 我覺得下面這根寶 還是要趕快優先解決掉 這個不解決掉真的不行 那些火炮其實差很快 OK 搞定 HERA再往上就去看一下 上方是垃圾大軍 槍兵的鎧甲要趕快升上去 然後轉出擊兵來 後方的戰毛兵 用火炮打 會有點吃力 那還是可以 如果可以的話要趕快轉出這個 油彈炮 油彈炮打後方的戰毛兵的效果 就會真的很優秀 落彈範圍更廣 但是油彈炮升級很吃肉的 好 還是解掉了一些戰毛兵 直接集火傷還是OK的 好 疾病中的升級好 哇 兩槍一隻嗎 哇 看起來這兩槍一隻欸 這個槍兵實在太痛了 火西米亞的槍兵額外增傷 跟鬼一樣 好 三級的步兵開甲 找個機會點下吧 不然戰毛兵打槍兵實在太痛 好 左邊這個洞 有機會補得起來嗎 Holy shit 會補起來了 欸 OK 我以為這裡還可以過來 好 前線城堡 在趁Vipe不注意的時候 直接拆掉了 前線沒有辦法守住 Vipe這邊繼續用火炮反擊當中 只剩下兩台火炮 又有一台火炮被招強掉了 好 三級的步兵開甲 又先升旅上去 哇 HERA這邊超多肉麻 我什麼黃金兵都不出 我就只出升旅加垃圾兵 一直壓一直爽 這個畫面實在太神奇了 沒想到在這種冠軍賽之中 可以看到垃圾大軍 HERA的黃金數已經來到3400 但Vipe也有2000塊 兩邊的黃金庫存 其實都蠻優秀的 好 但現在瀕臨城下 HERA已經壓到了門口 JS門口都會被打開門口 只要拉個村民修一下 好 直接棄手 想要把裡面修道院的生活給打噴出來 好 這裡想要控制黃金 還是有城堡 好 這裡殺的進來 槍兵上前防守 哇 兩槍一隻 真的是兩槍一隻 太痛了 瞬間解掉落 OK 這邊Porsimia 中午點下留彈炮的升級 還有工程工程師 中午用資源買賣一波 對 兩個生物被打噴出來囉 哇 這個趙雲 開戳 哇 來不及戳掉 OK 孟加拉人點下了化學 跟彈道學 中午要來把戰毛兵 升級到最完美的狀態了 全滿戰毛 那通常都是沒有火炮的那一番 會被Porsimia給壓制住 只有巨型投石機可以反制榴彈炮 那榴彈炮打巨型投石機的傷害也是超級快 那 Viper應該是還有機會可以反擊回去 而且對方戰毛兵也可以用榴彈炮去解決 看到這一發 這就是榴彈炮 完全的主動拳 甚至打後方的僧侶也可 唉唷 好好殘血 好險好險好險 好 這裡有一隻僧侶在偷招 這個可能要被招掉了 哇 榴彈炮直接被招爛 這裡HERA使用僧侶大軍 這張肉馬賽毛兵 給對方幾大的壓制 給他壓制 孟加拉人給他攻城攻擊師 待會繼續說世界傷害會更高 向國王藏到城鎮中心裡 好 這一波槍兵反打回去 但是孟加拉人的僧侶 產度實在太高 這毛兵不太好受得掉 用鑽毛去打僧侶 太癢了 好 大肉馬 不是大肉馬 一般肉馬直接衝上來解決 要令牌火炮 火炮回頭打個一發 點掉了僧侶 OK 用榴彈炮去點僧侶 其實很虧喔 很容易就被招強掉了 這邊 呦呦 戰毛兵開始反打回去囉 這邊蓋個城門 圍起來但是直接打破 榴彈炮還在往後跑 最後一隻槍兵過來防守 聰明要不要來修一下 哇 尷尬剩下一台 只剩一門的火炮活了下來 現在 HERA的黃金樹已經來到6000多塊 BIP只剩下400塊的黃金 國王在家裡 色色發抖 看到這裡有旗幟 HERA應該有意識到 他的國王就在這裡 但是BIP這時候 打出了GG 哇 沒有想到 Posimia 居然輸給沒有火炮的威名 但確實輸給了僧侶國 呃 那沒什麼好說的 畢竟 僧侶確實是 反制榴彈炮的一個 最好辦法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 孟家人拿到了 八萬三千的資源 真的贏得快要 兩萬三千的資源 哇 太狠了 五勝物 軍事方面呢 則是拿到1.25的KD 雖然BIP的KD比較好 但是輸掉了比賽 HERA這邊只用單純的戰術 弱馬配上真毛兵 然後生侶 就這樣子 最後還有六千多塊黃金 還有五個聖物 可以慢慢耗死Viper這裡 這裡就是一個 支援控制 然後控制地圖 壓制對手的一個打法 用簡單的方式 然後 去壓制對方正面 這個打法我覺得蠻特別的 往往大家都覺得說 一定要用黃金兵 才能打贏對手 但是HERA已經示範一場了 其實不用黃金兵 純用垃圾兵 甚至連槍兵都不出 反正波西米亞也不會出馬 沒有平種沒有三級馬卡 所以只用戰馬 配上肉馬 生侶 就可以搞定對方這個組合了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 也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也祝各位 這個2023年 準備跨年了 祝各位2024 有 有美好的 新的全新的一年開始 好啦 我是Leo 我們就下次再見 各位掰掰 我們接著 跟我們還有一種 我們也得到 我們也得到 有支援的 我只得到 有支援的